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韓國是一個叫做整容旺角醫美診所或是相關技術很厲害,我記得當時我去韓國玩時,去那些免稅店買東西,或者去那些大店買東西,都見到有不少人包著頭的, 證明他剛剛弄完用。但是最近有一間韓國醫美診所,竟然爆出一個醜聞,就是諮詢室的畫面外流。由於這個診所的監視畫面是利用一個網路監控攝影機拍攝,而似有黑客入侵了這些機器,搞到這些畫面全部被人上網, 被人上網竟然有30個歌手演員都受害的警方調查,這件事就是說韓國的非法網站在3月6號中午起,就開始有幾個叫知名歌手演員整容外科的資深畫面, 遠方發現自己的影片外流,即刻報警處理,希望捉到他們背後的外流者。 但是由於他們醫院的監控畫面不是CCTV,還用網路監控攝影機拍攝, 所以他懷疑是被人弄成黑客入侵。 而根據媒體的報導,韓國媒體報導就說整個內容有1.5GB, 外流的畫面就有診所中的更衣室、治療室、護膚室。 而且他們的畫面還有Mok3進行術前體檢的影像, 是上傳了上去一些中國的色情網站。 而他們所用的監視器根據韓國媒體所講, 就是中國的海康威視所製作的產品。 就說他們這款監視器因為安全問題已經是美國和澳洲, 禁止入口和銷售這個產品也是退出市場。 那麼南韓警方現在進行調查確認這些監視器的密碼 有沒有被人更改和更新一些所謂的安全程序。 其實這一類這樣放上網的叫做CCTV是幾危險的。 如果他知道你密碼的話他隨時都可以進去看的。 當然啦都沒辦法的,因為現在很多人為了方便都會去裝CAM的。 但是他裝CAM的範圍都真的幾大。 原來連更衣室都是有CAM的。 那麼護膚室又有,治療室又有,幾誇張啊。 特別是更衣室啦。 更衣室其實應該沒什麼必要裝CAM的, 因為始終是換衣服的地方。 那麼跟著現在又揭上這一單東西, 又是和海康威視的產品有關了。 那麼今集和大家睇到這裏先。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,下面留言吧。 我們下集再見吧,拜拜。